今年的EPS有機會來到11塊的水準 而且本一比只有10倍 成長空間非常大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團 我是Andy 歡迎John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hn 最新的Mac11月發表啦 但蘋果本人說 98%的電腦都比不上它 都被海放喔 欸 真的那麼厲害嗎John 好 我們要先講一下 其實今天時間是11月19號 是我們拍影片的時間 那其實在上禮拜11月11號的時候 正式發表了蘋果新版Mac 就是Apple Silicon Mac 那裡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它搭載了自己設計的M1晶片 就是跟Intel分家嘛 網路上就很多去實驗說 到底這個Intel晶片 跟蘋果自己設計的M1晶片 效能差多少 那效能實際一測 那效能高出兩倍多 很強欸 還沒 但是它的功耗只需要花了四分之一 所以我預計這款Mac 應該是會相當的買 因為它價錢也沒有高出多少 所以我們在上 就上次影片也特別提到過 Mac的整個供應鏈 我說最主要受惠是誰 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吃下整個M1晶片嘛 再第二個是誰 我說是 頂炫KY 因為頂炫KY這家是做 EMI材料的 尤其是蘋果的Mac 佔它的產品是比較大宗 就是比例佔很大 所以簡單說啦 它就是防禁電 防電磁波 只要蘋果 Mac iPad 賣得好 頂炫KY的營收 照理說要繼續一直往上成長 再來我們還有提到 萬論 因為你的新晶片是用 M1晶片是用5奈米的 那你一定要用到比較新式的封裝 先進封裝 所以萬論的機台設備也是在台積電大聯盟的認證之下 所以也有機會大幅度的拉升 我們當時講的時候股價才50塊60塊 那現在已經到了80幾塊的位置了 再來我們還有講過 冰川這家公司 因為冰川是做剪刀腳的金屬 那它是獨家供應給誰 金元 所以它也算是Apple的概念股 而且是新打入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他們股價的表現 那大家就會想說 上次介紹完影片之後股價都走一波了 到底還有沒有比較低機期 大家還沒發現 然後股價還算低的 平概股 是有的喔 就是4935做導光版的帽鈴 你可以把那個帽鈴的產品營收打開來看一下 你可以發現至少一半以上 六成 將近都是蘋果的Mac跟iPad的訂單 它就做發光鍵盤裡面的導光版 那要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去年的EPS才多少 才2.6塊 那今年的預計EPS多少 是11塊喔 11 成長了4倍喔 你眼睛發亮 超級多 你眼睛就是跟著它的鍵盤一起發亮 那我要跟大家說 它為什麼成長會這麼大 原因就是以前的蝴蝶式的那個鍵盤 是不用用到導光版的 那現在換成什麼 剪刀腳的時候呢 就要用它導光版 所以它營收就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從2.6塊挑到我們的11塊 所以我們來統整一下 今年的蘋果訂單 用到剪刀腳的 本來是出貨1100萬台 但是明年會出到1700萬台 這邊還不包括它在法書會說 未來蘋果的產線要換成它的導光版 所以這些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偷聽到 偷聽到 它在上海的廠農曆年過後 訂單已經滿到明年底 是2021年底 明年底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特別去注意 再加上它有很多穿戴的裝置 因為其實明年要出的新品 在2020年早就設計好 所以它也在法書會上面透露 明年的新品會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這一塊會成長非常大 再第三個是車載市場 有沒有看過比較高階的車 它的那個 情境光有什麼 排檔桿會發光 你上去的迎賓踏板也會發光 你開出去的後照鏡也會發光 就很懂欸 不要炫富 這個高階車廠 它唯一獨家的供應商就是茂林KY 因為它在導光版這一塊 真的是做得不錯 它很多元 但是它這一塊的營收只佔的 大概3%到5%還不多 但是明年會繼續大幅度的成長 這個可以特別做留意 然後第四個是面板市場 我們就說嘛 OLED Mini LED Micro LED 其實都要用到導光版的產品 那茂林法說也說 他們在積極的去做認證 它目前也確實有在做認證 日本的三家公司嘛 Sony、夏普、Panasonic 加上韓國的Samsung、LG、熱晶 其實它都有在做認證的機種 所以這邊也可以特別做注意 所以講了這麼多 我們統整一下 第一個產品 Mac 佔最大宗 明年繼續成長 從1100萬台成長到1700萬台 第二個是穿載市場 有很多新品種 新機種準備上市 再來是面板 那面板這個市場不用說嘛 現在大尺寸面板在明年 其實都會有新的4K、8K 這些都是Mini LED、Micro LED 有可能都會開始做陸續 新品上市的動作 所以這一塊可以特別做留意 車載市場 那車載市場它也說啦 現在越來越多訂單嘛 越來越多車子喜歡 越來越多 喜歡發光 那這四個的產品市場 都可以特別去做留意 那今年的EPS水準 其實會達到將近11塊左右的位置 那明年在四大產品線 持續成長的狀況下 大家預測EPS會達到多少呢 那把你的答案留言在下方的影片 是感謝Jong的分享 請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也別忘了加入Jong的Line Apps和Telegram 財經結束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